我又给大家开发了一款免费又强大的视频创作辅助软件 它支持Windows和Mac 它能够利用AI技术 从硬盘里的视频素材库 电影库 可以快速地帮你找到你想要的视频素材 比如说我来输入一个交警 我来输入一个在公交车上 或者是打电话 或者是用电脑 你看素材一下就找到了 你不要 嘿 大家好 这里是视频大拍档 我是特里 大家在剪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你想要用一个素材 你脑袋里想到了这个画面大概是什么样的 但是你不知道它叫什么 应该怎么去搜索到它 比如说某个视频里我想要加入这样一个经典的素材 我首先去B站搜索 两个警察大校 找到了这个素材 但是这个画质也是480P的AX画质 我想要高清的素材我就得得知出处 看了一下评论区和描述 我发现原来这个素材来自邓超的电影《美人鱼》 你以为这样就行了吗 其实困难才刚刚开始 首先你得知道在哪可以下载吧 下载好了吧 你又得在两个小时的电影内容里面 去找那么几秒钟的画面 你好不容易找到了 又得把它踩点出来 这一顿操作下来真是费时又费力 之前我给大家开发了素材裁剪器 它可以把一个电影通过字部文件 就分割成很多小片段 大家在找素材的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关键字匹配 匹配到电影电视剧里面的台词 但是字幕里的信息呢 只有演员说了什么 但是却没有画面里面的东西 没有描述画面里有什么 所以这种方法想要匹配到你想要的画面 那就很难了 要解决这个繁琐的问题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 现在已经非常成熟的AI算法 叫Deep Neural Networks 深度神经网络 因为我们频道的观众啊 都是视频创作者不是搞技术的 所以给大家讲那么多技术的东西呢 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就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下它的内容 它的本质就是 拿海量的数据呢 通过一些规则 让一堆没有意义的参数 变得有意义和有规律 这个就是在训练AI 在使用它时 只需要给它一个输入 它就会根据之前学到的参数和规则呢 输出一个你想要得到的内容 这不就是和我们训练宠物差不多吗 那训练AI呢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来AI你看一下 谁的脸更帅 谁的作品更好 再来 哎对 这就对了 哈哈哈 其实AI技术现在已经应用的非常的广泛了 人脸识别登录 AI图片美化 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等 技术已经遍地开花了 但是我搜了一下下来 好像现在没有已经完成的成评软件 可以帮助我去解决一个问题 没有怎么办呢 没有就自己造呗 要让AI帮我们找素材 其实就很简单了 只需要平时花一点点时间去训练它 一点点 让它认识各种场景 各种物体 叫什么 各种职业是干嘛的 之后重复而枯燥的搜索 就可以交给它来完成了 我们可以用深度神经网络的 最基本的图像分类和目标检测算法 来让AI学习 我们想要让它识别的对象和场景 其实这些开源的算法和代码已经是现成了 但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你下载一个代码 花几个小时终于安装好了乱七八糟的依赖 然后打开之后它们检查 检卡居然不支持啊 所以要让这个算法普及起来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首先我要解决的就是让它不依赖显卡 可以在各种普通的电脑上 CPU也能够运行 想要让你训练的人工智能不是人工智障 那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你训练的数据是否足够的多 足够的丰富 为了让它能够识必80个人物的职业 230个场景 那我为了找齐这些图片 可是花了不少的时间 这操作下来我手指手腕都快断了 不给一个硬币对得起我的辛苦劳动吗 解决了上面的这些问题 我终于把它训练的可以用了 虽然不是很完美 还是有些瑕疵 但是我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开发的这个程序 怎么样能够帮助你 它的具体操作是什么样的 OK 那大家首先去sbdbd.net下载大破档检查 然后找到apps 然后找到AI素材分析器 可以多个文件一起拖进去 也可以拖一个文件夹进去 OK拖进去 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的话 还没有安装模型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线上有哪些模型 以及这个模型 有哪些关键字可以被搜索到 然后我们可以复制这个地址 然后去下载 那这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我这里已经下载好了一个 那我再去安装一下 选择这个压缩包 确认 然后安装成功 那这个安装的这个包呢就是我训练的有230多个场景 OK 我们关闭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点批量的进行分析了 这里是在识别 OK 识别完成 那这边就是识别的结果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啊 大姑来看 那这个修女没有识别到 警察呢 应该是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识别到了 这位老哥看起来像保安一样 所以也没有被识别到 OK 警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些数据型呢 我现在都是人民警察 它是有下装和东装的区别的 如果有些画面你觉得识别的不好 你可以通过快捷键左右 Shift左右来选取针 然后呢 使用快捷键Command F 或者Ctrl F 手动添加识别 你看这个手动添加 它还是识别的识意针 那时间转身呢 就是它选取的点 比如我要手动识别这种 我就Command F 识别一下 这是举重运动员 没问题 列车乘务员和空乘是有点相似 所以这里识别错了 也是情有可原的 好了 当我们识别到了这些结果之后 我们要保存一下 点击保存结果 或者用快捷键Command F OK 保存了之后呢 我们到文件夹里去 那它在文件的名的旁边呢 就会有个文件夹 这里面呢 就保存了识别结果的图片 使用快捷键Command F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搜索警察 OK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图片 那你就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警察 找下我们刚才识别的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识别的画面 然后我们点右键 Show in Closing Folder 这个在Windows上也是差不多一样的 可以把它所在的文件夹打开 然后看一下是 第2分40秒 OK 第2分40秒 哎对 这就是2分40秒 就是刚才那个画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画面快速找到视频素材了 所以如果你知道怎么用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下载一个 比如说电影集 然后呢 在这里面你可以批量的把它拖进去 然后批量的识别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在这里面比如说 我把大鹏的所谓的电影都识别了 然后我搜索一下人物特写 那我们就可以开速找到这些人物特写 哎呀 由于时间的问题 我好久都没出视频了 所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把这个AI训练的更加的精确 所以我会在之后的数据收集了更多之后呢 把它训练的更加的精确 然后同时呢 我会给它增加更多额外的功能的 比如说我想根据人物的年龄和他的表情来搜索一些素材 比如说有的素材 我就想要他表情非常夸张的大笑或者是大哭的素材 那么接下来呢 我可以添加一个人脸识别的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技术非常好实现 我已经验证过了 那我就会在下一个版本就把它添加上去 还有一个问题啊 如果我想要这样的画面 我搜索的关键词是三个人坐在一起吃火锅 那么我们刚才演示的这种关键词搜索方法呢就不行了 其实还有一个更牛逼的AI技术叫Image Captioning 例如OpenAI所开源的Clip算法 或者是Im2Text算法 它可以让AI看到一张图片之后呢 就用文字去描述他看到的这张图片 那通过这种技术 如果我们识别画面的内容 把它用文字来描述之后呢 在搜索的时候就会更加方便了 那这个技术呢是有一点条件的 不过没事 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工具 我肯定会努力的去实现它的 加油加油 必胜 啊OK说了那么多 如果大家对这个工具感兴趣的话 欢迎去sptv.net下载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视频大白当的特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Boom